WNBA的达拉斯菲马球员斯凯勒迪金斯 斯凯勒·迪金斯近日接受了采访 对于WNBA球员和NBA球员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也发表了看法 迪金斯认为WNBA球员收入过低 并拿同在达拉斯的独行侠球员哈里森·巴恩斯进行了比较 上赛季巴恩斯的收入为2400万美元 而迪金斯的收入为11.55万美元 我是达拉斯菲马队中收入最高的球员 心血刚刚达到六位数 斯凯勒·迪金斯说道 巴恩斯是独行侠队中收入最高的球员 上个赛季赚了2400万美元 他肯定比我年轻 但你知道他的数据吗 他是一个全明星吗 我的意思是 这些都无关紧要 但上三季我进入了WNBA一阵 只有五名球员能够入选 还是三届WNBA全明星球员 迪金斯认为NBA球员差不多得到了联盟收益的50% 而WNBA球员只获得20%左右 NBA球员获得了NBA联盟收入的50%左右 而对于女性球员来说 数字还停留在20%左右 迪金斯说道 因此在我们套了基础薪资 或者类似的情况之前 在我们创造的收入中 我们甚至没有达到相同的比例 这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 人们一直试图在掩盖这个问题 并解释说女儿的比赛没那么有趣 那是因为她们在不同时期客体 女中都贬低了女性 但我们的收入 甚至没有达到同样的比例 在球衣销售方面 我们没有分到任何利益 而NBA球员可以 在WNBA中 我的球衣销量已经连续翻 四年机身前五了 编辑 小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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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